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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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也是擔任官方指定式技的角色 为此Omega特别推出两款特别版万表 首先是Sea Master Regatta 延续先前X33一金显示萤幕的基础 加入指针的设计让表款变得更实用 而针对帆船赛事量身打造的帆船赛倒数计时功能 也是这款作品的卖点之一 操作简便的四个橡胶案把 可快拆式的橡胶表带都围绕在防水诉求上 而在后底盖则有官方logo 至于另一款Sea Master Diver 虽然是相对单纯的机械表 但细节上有满满的亮点 像是秒针末端设计了一个美洲杯反船赛的奖杯造型 而建成色的指针相当别致 另外在单向旋转表圈上 0至15分钟处加入刻度 以及start字样 可以实现反船赛事中倒数计时功能 两款作品仅扣着反船赛事而生 再一次见识到虹美感与不同运动领域的紧密结合 Speed Marine在2022年推出Ripple系列 代表着品牌首款运动风格万表的诞生 而Ripple系列最新的成员是这枚镂空万表 虽然延续着该系列相同的颗型 而且单从功能配置与正面来看的话 第一时间会以为它就是把先前的款式做成镂空而已 但其实它是不折不扣的全新机芯 这枚SMA07自动商店机芯 厚度仅仅只有3.25mm 最终表壳也仅有6.3mm 再加上它是一枚36000转的高正平机芯 另一方面这也是品牌首度采用904L不锈钢 抗酸抗腐蚀的性能更为优异 回到面盘部分 镂空部件的打磨倒角做得非常好 加上以雷射雕刻出独特图案的微型自动盘 整枚机芯的版路设计非常现代 诞生不过两年的时间 这次的Ripple镂空表 在设计机芯到材质迎来全面进化 非常厉害 赫米尔顿经常出现在好莱坞电影当中 而在电影《星际效应》里头 担任关键角色的莫菲表 想必大家都记忆犹新吧 而之后它更成为常销产品线 非常热卖 而近期赫米尔顿再替Cocky Fuel Murph 卡其陆战莫菲表 加入两款新的选项 是以2022年扩增的38mm尺寸做延伸 一款是崭新的白色面盘版本 而另一款则是在既有的黑面加入金属链带选项 黑白相应 满足玩家的不同喜好 至于表款装载的是H10自动上电机芯 动力储存达80小时 话说今年正好是《星际效应》电影上映10周年 选在这个时间点再推新款 让人再次重温经典 接下来进入表界新闻 在台湾喜爱独立指标的表迷们 都很期待的10组级 独立指标双链展IWST 在9月底的时候正式落幕 这一件参加的品牌总共有13个 其中有5个牌子是首都参加 当中也包括有表界传奇大佬 Shan Cloud Beaver在去年成立的同名品牌Beaver 那这一届的IWST 我们刚好也有比较多的时间 可以私下多跟品牌代表们聊聊 感想和心得还蛮多的 之后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新闻报道 独立指标双链展IWST 今年在9月底的时候正式开展 而这一届的IWST 除了表界经营之神Shan Cloud Beaver 亲自来到台湾 参加活动之外 还有5个品牌是首都参展 那么这一届和过去几届比起来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今年最大的变化 当然就是品牌变多了 有几个品牌是第一次来参展的 然后有几个品牌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新的 是去年跟今年才成立的 今年其实最大最大的特色 我想可能就是Shanco Beaver 他自己亲自来到台湾了吧 因为大家都知道Mr.Beaver是中表界的传奇人物 然后他在两年前呢自己创立了这个品牌 我觉得他想要继续在中表叶呢 把他的一些以前在大品牌没有办法做的事情呢 利用他自己的品牌呢来把它呈现出来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牌子叫做Honotixier 那这个牌子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新 那也算是中表叶的重量级人物吧 Dominique Hrno 喜欢手表的人 或是有买过AP手表的人 应该都知道他是谁吧 然后再加上Julian Tixier Julian Tixier我觉得 现在在瑞士的中表叶可以说是制表师的明日之行 Dominique跟Julian他们两个的结合 我觉得应该也可以对表界带来一些不同的气象 其实像这种把独立品牌齐聚一堂的这样的大型标战的话 过去在台湾这样的市场的话 你可能要好几年才看得到一次这样子 可是其实今年的话感觉上好像我们已经看过两三次了 因为就是可能在不同的一些代理商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单位的话 他们陆陆续续都引进了非常多的独立品牌 可是我得说啦 当你看到说那一堆就是Big Name 大家一排站在上面的时候 其实不管看几次的话我觉得都还是蛮感动的啦 好我自己个人最喜欢的话其实Reno Tixier 因为他们的话其实Tixier是比较年轻的制表师嘛 可是相对的话跟它搭档的话是Reno 它就是在表界带领综合了大概三四十年了 这样子就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制表师 而且其实我觉得说他们对他们自己新的品牌 或者新的标款提出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我们要做七支标 然后我们从Monday Tuesday 以路做七天这个样子 有点像是创世纪这样子的感觉 其实概念我自己觉得是非常远远啦 所以你能看到我觉得很开心 那么从2013年举办第一阶至今的IWST 之后会有什么新的发展或方向呢 来听听Lori怎么说 今年其实以独立制表来讲的话 今年在台湾的市场还算是热闹 因为我们现在还有一些品牌还在洽谈当中 那我们当然希望就是可以引进越来越多 就是厉害的有特色的独立品牌来到台湾 我们好希望IWST也可以成为一个国际的独立制表师的展览 但是可不可以达成呢我觉得我们就是用心吧 就像我们以前也不晓得独立制表是否可以在台湾成功的引进 但是现在看到慢慢慢慢越来越多人喜欢独立制表的手表 所以我相信朝这个国际迈进呢 应该是我们可以努力的目标 第二则新闻呢跟Shanko Beaver有一点关联 在2018年成立的瑞士品牌Noken 近期呢正式进入台湾市场 品牌副总裁同时也是创办人Vancouver的弟弟也亲自来到台湾 那为什么说跟Shanko Beaver有一点关联呢 因为她是Noken的董事会顾问 而且据说她是她自己主动找上Noken的 一起来听一下这中间有什么秘心 虽然当前手表市场低迷 但仍有许多新品牌持续进到台湾市场 前阵子新锐品牌Noken正式登台 虽然是个非常年轻的品牌 但从外形设计装着的机芯 甚至还拥有自家专利材质让它话题满满 这年为我们很重要 这一年为我们的初一年在 Watches & Wonders 非常大因为我们只有六岁年 我们发布了两个新品牌的新品牌 我们的新品牌 我们带了Coral和Gekko Green 非常非常酷的颜色 这一款是我们的艺术品牌 它是超软的 它是我们的产品牌 它叫NORTEK 它是3.5倍软度的 它是很确实的 很确实的 很确实的 而且它在整体的设计 只有78克 这款看法 在加上它是5.000G shock-resistant 所以它是真的一件事 你可以戴 在任何遇见 你不会感觉 它不会感觉 当你玩 tennis或 golf 跟5,000G震撼的抑制 動作非常保護 並不會受到任何影響 通常用機械監督 除了手錶本身的規格與設計之外 Nokan這個品牌之所以在短時間內打開知名度 很大原因來自於他背後的經營成員 甚至瑞士表團的傳奇經營之神 Jean-Claude Beaver先生還擔任他的董事會顧問 引發不小的討論 Jean-Claude Beaver contacted my brother in 2020 正前夕末日 我弟弟收了一個郵件 從Mr.Beaver說 聽說我聽到Norkane 聽說你都是青人的藝人在業 想想看什麼你做 三天後來他在我們的辦公室 我弟弟說他的品牌 告訴他他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他他的意見 在最後說Mr.Beaver說 他想帮助我们的帮助 他已经有45年收获了 他说现在是他的时候 给予了一个年轻的企业 和年轻人背后的帮助 幸运于我们的获得 他决定了 NORCANE应该是那种品牌 他会支持 我的兄弟 Ben 他最初的想法 他想说 我们要做另一种品牌的 我们一直在这种商业,我们是第三个年轻人的商业, 我们的父亲是商业的商业,我们的父亲是商业的商业, 所以我们是在我们的血量,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商业, 幸好有些人也有很多人, 他们也说我们应该做这个, 其中其他, Ted Schneider, 是一位前面的居居居居, 還有Mark Streit, 是一個很大的運動技藝人士 在美國的藝術球隊 很成功在美國 這就是Nordkane的生命 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自分的 和家庭的 Tissot,填鎖錶和Grand Dyson聯名了 大家都教他金剛戰神 還是可憐大汗呢? 這同時也是Tissot 從創立以來 第一次和動漫角色合作 那錶款的成品呢 連Grand Dyson的作者 永景豪也大力稱讚 一起來看一下這次的聯名款 有什麼細節 天梭表 近期在旗下的人氣系列 PRX 推出金剛戰神Grand Dyson聯名款 讓喜愛動漫的表迷們 為之瘋狂 而這也是天梭 有史以來 頭一次和動漫的聯名合作 從天梭 這幾年的方向 統整下來 這次的合作 是否也象徵著 他們之後 會有更為崭新的佈局呢? 我覺得天梭 其實在過去幾年的話 我個人覺得 其實算是蠻大膽的 比如說像他們去年 出Cineral這個系列 我覺得不管在彩質上 用顏色上 或者是珠塑的一個主題上面的話 其實我覺得都算是蠻大膽 蠻創新的 又或者是說一些 既有題材的延伸 比如像PRX的話 其實去年推出的 就是推出液晶的面板這個樣子 像這一點的話 我覺得其實是 蠻準的抓到了潮流這一塊 其實大家都說 我覺得說 其實過去幾年的話 聽到說他們在發展上面 其實比較 比較讓人家注意的一些地方 比起來的話 我會覺得今年的話 比較感覺像是 延續過去幾年的一個路線 其實這一次聯名的話 雖然他們今年一個 蠻重要的一個大動作就對了 其實像動畫聯名 我們知道說這幾年 其實在表界 其實不管是中高低價位的話 其實都算是蠻重要的一個主題 那天梭下來 挑下這個戰場的話 你說到是預料中式嗎 可是實際上看到的時候 還是覺得蠻驚喜的 那聯名本身是一個驚喜 他們選擇對象 是另外一個驚喜 因為就是 你沒有想到說 其實像天梭他們這樣的一個 分身蒂固的一個對視品牌 居然會找到一個 日本的動畫來做聯名 因為其實《金剛戰人》 他1970年代那個時候 在法國 在歐洲上映的時候 其實真的是萬人空向的地步 他們自己觀光也有提出這件事情 就是說他們當初在法國的時候 收視率是近乎百分之百 就全法國的每一台電視都在看 這個動畫的播出 這個樣子 尤其像當初看這些動畫的人 現在剛剛好 就是可以來表演聯繫了 那如果回來看產品本身的話 我覺得他們這些產品 上一開始 可以說他們找到一個 蠻好的一個平衡點 就是坦白說 就是說 你說天梭雖然在 其他地方算是一個比較基礎的一個價位 可是再怎麼說 他今天算是一個高級標準的一個行情這樣子 如果你把它做得太卡通的話 其實可能也會有點傷到品牌的形象 所以他們的選擇 是我覺得他們的錶款本身的話 其實做得還是蠻正經的 就是他們聯名的主題的話 大概是比較點綴的感覺 可是相對的話 他們在表索的地方就做了非常多 他們把整家飛碟都做出來 然後全彩的這個樣子 那就變成說他今天在他的包裝 跟他的內容本身 就稍微做出一點區隔 讓這個錶大概對於品牌自己本身的形象 跟這個主題本身的話 都能夠交代 而在這次 PIX 金剛戰神聯名款 獲得極大的成功之後 天梭接下來 可能會有什麼相關的新嘗試呢 第一個的話 你可以繼續深耕這個主題 因為光是 Grand Isar 這個主題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作品 都很多不一樣的 像比如說我剛剛講 這次的錶款算相對比較保守的 可是他接下來 就可以做一個比較大膽的 比如說把顏色 或是一些更細節的元素 通通都加進去了 那也是可行的 那或者就是說 國人太大只是第一個 接下來他們可能會去找其他的動畫 而且也許不只是日本的 也許他們也可以跟美國的合作 跟其他國家的合作 這也是有可能 就不管是在縱向 或是在橫向的話 其實都算是滿有潛力的一個題材 以上就是這一集的新聞約報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個月的新聞約報見